這邊有蛋撒 花蓮服務處成立 甚至連slogan都想好了 民進黨立委沈柏陽合照握手 來者不拒 深耕花蓮 是否是2026縣市長選舉的起手勢 我覺得針對這一點 我的戰場最主要當然是在立法院 那只是立法院的所作所為 跟地方上的影響 其實是會直接聯動的 凡事是以這個選舉作為考量的話 事情是很容易走歪的 副本期之期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不談2026 反倒要大家認識國民黨立委員黨團 總召傅昆琦 沈柏陽的服務處成立場會 不少地方黨公職 黨員以及支持者 都到場 甚至連網紅四叉貓也特別返鄉 我在這邊出生的 我吉安人 所以今天特別來支持 我們希望2026年 我們花蓮能夠讓綠色的榮光 能夠在這個地方發光發亮 不是為了民進黨 我們希望能夠為花蓮的鄉親 更進一步做更多的事情 身為民進黨部分區立委第二名 沈柏陽任養花蓮 要展現對花蓮的重視 尤其在403地城之後 喊話要將花蓮試氣重整 但整個成立茶會 炮口都對準 負崩奇 負崩奇辦公室也回籍 但2026縣市長選舉似乎默默運作 對花蓮人民來說 解決地震帶來的傷害 恐怕才是當務之急 TVB的圈高居文花蓮 沈柳宣花蓮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